金門上一機場內 消防警報鈴聲狂響 四周鐵門通通降下 後機旅客全傻眼 上百名旅客受困於機場內 還以為是在拍恐怖片 而這警報聲就從21號下午4點多 響了大約30分鐘 讓大家越來越恐慌 甚至有人在鐵門完全降下之前 拔腿狂奔出機場 航空站主任表示 是因為有旅客物處 航廈外後機制活警警報系統 才導致報道櫃台間 鐵捲門自動下降 旅客物處然後沒有其他的異狀 我們再給他復歸 大概在5點左右 所幸不是真有火災 只是虛驚一場 沒有人員受傷 也沒有航班 因此受到影響 東京新聞葉劍雄金門報導 星期間 拔腿狂奔 超高 亞洲 7